巴拉圭总统阿布朵协同第一夫人习凡娜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并参与双十国庆活动 11号跟连妹出席媒体谈话茶会 一个小时的茶叙时间里 阿布朵抗力谈到家庭生活与足球活动等轻松话题时 不时牵着手看着对方 幸福感瞬间爆表 针对台巴关系 以及中国近年来透过锐实力利诱我有邦 阿布朵明确表示 巴拉圭作为主权国家 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以及选择朋友的权利 因此别国也应尊重巴拉圭政府跟人民的自主权利 阿布朵强调 巴拉圭与世界各国交友抱持开放态度 但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巴国的交友设定限制 所以如果对巴国主权的伸张有限制或给予压力的话 我们不会屈服 而台巴邦誼超过60年 在合作互助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友谊 巴拉圭永远都会是中华民国在南美洲非常忠诚的挚友 关于未来的台巴合作关系 阿布朵表示 他希望双方是一个全新的策略伙伴关系 特别是在经贸跟投资方面 因为台商前往巴拉圭投资 不但能针对南美共同市场14亿人口 还可从南美洲进军到加拿大 欧盟等地区 他相信 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如果要进一步巩固或联系的话 透过互惠互利的投资合作关系 才能更紧密把人民也紧紧连结在一起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tunner上面分享了很多话 谢谢大家